好尴尬呀,为什么我挂的是江慈的专家号?我要举报这个卖号的黄牛,现在的我,好想逃,可是挂号费好贵,黄牛还给我翻了个倍,不过我捂得这么严实,他应该没认出来是我吧。 你好,请问有哪里不舒服吗?江慈的嗓音一如既往地清冷,公事公办是曾经最让我心动的模样。 看来他没认出是我,那我就放心了。 医生,我这个月那个没来,麻烦给我开点药,调理一下吧,我只想他现在赶紧拿出单身半年的手速,快点结束。 结果,他不紧不慢地给我开了咽血咽尿茶必超一条龙。 我惊了,他一定认出我了对吧,所以趁机打击报复。 不需要,麻烦给我开点调理的就行,我那这性子又附述了一遍最初的要求。 请你配合工作,是什么原因导致月经推迟目前还不清楚,我不能随意下药。 作为医生,我需要对患者负责。 他说的冠冕堂皇,好有道理。 可等一系列检查下来之后,我钻着手里这张单子,属实被诊不会了。 宫内早孕,胚胎存活,这,是我想的那样吗? 回到诊室的时候,江慈正在闭目养神。 眉眼冷峻,面部线条干净利落,高挺的鼻梁上还有一颗红质。 此刻嘴唇清敏,整张脸看起来都是清冷漠然的样子。 被我吵醒后,江慈示意我坐下。 我俩大眼瞪小眼,谁也没开口,还是我先打破了沉默。 怀孕了,她很淡定。 是你的,现在不淡定了。 哦,隔空受孕。 唐离,我记得你甩我的理由,好像是因为嫌我不行,我抹了,脸直接爆红。 这是我当时气急了胡周的,毕竟每天被折腾的人是我,等等,这孙子早就认出我了。 我扯下口罩,一掌拍到桌子上,你不认,看他那漠不关心的样子,我瞬间就红了眼。 江慈两手一摊,有些自嘲,唐离,我不接受喜当爹。 江慈,你做了什么自己不清楚吗? 江慈按下叫号气,指了指门的方向。 行,真有种。 我愤愤地弯了他一眼,撂下一句渣男,扬长而去。 一个月前,他的同事半夜给我打了一通电话,让我去夜市捞人。 说实话,我等这天好久了。 该死的江慈,答应分手的时候居然那么干脆。 我只不过是嫌他像一块五不热的硬石头,总是把我的满腔热血一盆冷水浇灭。 但偏偏又把我照顾得很好。 比如经期前一周就开始注意我的身体情况,比如出去玩我只需要带双腿,再比如会满足我一切的看似无厘头的小要求。 可能有人会问了,他这么好,我为啥还要跟他分手? 因为他不是在医院,就是在去医院的路上。 二十四小时随时待命。 作为医生,他很伟大,但作为男友,他并不是特别称职。 我需要他的时候,他大多数都是不在的。 其实,江慈除了这一点,真的说不出哪里不好。 分手后,我成了望夫时,天天揣着个手机,都快出现幻觉了。 他怎么不给我发信息? 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 他是不是因为我说他不行而耿耿于怀? 相反,他不是不行而是狠行。 但这种话,我这么一个娇弱的女孩子怎么说得出口呢? 半年之后,终于让我给判来了。 江慈难得失态,脸色潮红,不省人事。 弟妹,江慈就交给你了哈,瞧把咱们江医生委屈的,喊你名字八百遍,江慈比我高一个头多,天知道我是怎么把他扛回家的。 门锁密码还是我的生日? 其实,我本来想放下他就走的,但我怕他半夜猝死。 结果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好像给我下降头了。 明明只是轻轻看了我一眼,我就上钩了。 反正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满地春光。 不过我跑了,对,就是这么没出息。 可照今天这么看,这孙子对那晚是一点印象没有。 怎么回事,姐被白调了? 从医院回来之后,我越想越憋屈。 狗男人,我要告他。 告得他苦茶子都不剩。 然后用短信编辑了好长一段小作文骂他。 为什么不打电话呢? 其实打了,但人家不接。 很快,我收到了回复。 姐妹们,我怀疑他看都没看, 毕竟我编辑这条短信都花了半个多小时。 不过很快我又收到了回复, 气得我天灵盖差点飞起。 江狗、唐小姐,友情提示,一周后复查。 嗯,他真的没看。 我用得着你有情提示吗? 我还不知道江医生对待患者原来都这么热情的。 今天检查,孩子太小,只能看出是怀孕了。 江慈让我过个一周再去检查下有没有胎心胎压。 不过,我现在更关心这个宰该如何处理。 还有就是,我的身体确实不太好,比较难受孕。 万一这个打掉了,以后想要的时候怀不上怎么办? 退一万步讲,给我一个那么好看的宰, 有没有宰他爹好像也不是特别重要, 但不打的话,我妈估计会得先把我打死。 我脑海里已经有画面了,这该死的真实感。 千万不能让沈女士知道。 虽然她知道后,我的下半辈子可能会过得很安稳。 当然,是在床上过得很安稳。 因为她会打断我的腿,这简直就是非人的一周啊。 脸都快土绿了。 我知道怀孕辛苦,但我没想到她还要命啊。 主要这事儿她就很玄学,还带定点的,比大姨妈都准时。 一到下午三点。 我就默默地拿着抽纸去卫生间,同事说我生活规律真好啊, 每天按时拉巴巴,好不容易熬过一周,该检查了。 但我看起来像是被拉去扛了十天麻袋的那种半死不活。 一周瘦十斤谁有我强,不吐的时候时刻都在犯了心。 这次我学聪明了,挂了个普通号。 但谁能告诉我,为什么又是僵慈? 你要是个普通医生,当初为什么去做诊专家门诊? 你这是欺诈消费者你知道吗? 我想逃的,真的,但是没逃掉。 哎呀,李李,一听这声音,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孙思雨,僵慈的脑残粉。 李李,你跟江师兄不是分手了吗? 孙思雨上下打量了我一眼。 李李,念念不忘可不是必有回想的呀。 我这人嘴笨得很。 是曾经网络群潮的那种张嘴,一生瓜,激动就会哭得菜壁。 孙医生,没什么事的话,你先回去吧。 虽然江慈替我解了围,但我并不是很想感谢他,毕竟他是这场无烟战争的导火索。 呵,江慈这该死的无处安放的魅力。 江慈面无表情地给我开了个BC检查,林了又问我, 你男朋友呢,不陪你,我心下一惊,早知如此,花钱租也该租一个来啊。 关你屁事,但很快就不了,因为我直接想原地去世。 江慈先一步进了BC市。 也不知道进去之后说了啥,没一会,护士姐姐们就出来了。 他们亮晶晶的眼神里,闪耀着八卦之魂。 唐离,进来。 躺下,拖,我看了看一身白大褂,戴着金丝矿眼镜的江慈。 嗯,有那味儿了,是斯文败类的大变态没错了。 突然很想问问他的地下室藏在那是怎么回事。 唐离,见我没动静,江慈又喊了我一次。 我扭扭捏捏地躺下,把裤子往下拉了一点。 往下点,再往下点,江慈倒吸了一口气,单手推了推进边。 唐离,你是有什么困难吗? 还是说,需要我帮你,江慈看了看我的下腹部,直言道。 我妈了。 困难? 你就是我最大的困难。 任命地闭上眼,小小的诊室里环绕着江慈低沉的声音。 仿佛充满了魔力,让我渐渐放松了下来。 有点凉,你忍一下,那一刻,仿佛回到了我们热恋的时候。 她为我吃那口很烫的馄饨,吹凉了,还要提醒我一遍小心热。 我突然很想哭。 多好的一对情侣啊,怎么就因为赌气分手了呢? 诊室里有点冷,凉得我肚子有些发紧。 而且已经过去接近十分钟了,将此一声不吭。 于是就出现了下面这幅景象。 她看显示屏,我看她。 你上次姨妈,是什么时候走的? 冷不丁被这么疑问。 吓了我一跳,还以为偷看被发现了。 我战略性咳嗽了一声。 嗯,三个月前,这不怪我,她一直不准啊。 又吃凉的了? 不是跟你说过,话说了一半,将此就闭嘴了。 你男朋友都不管你,我听出她是在关心我,但又怕是越阻带袍。 想到这,我心里乐开了花。 起码她心里还有那么一点点我的对吧。 把你男朋友喊来,她怎么就这么执着我的男朋友啊? 哼,男吟,你在玩火。 我挑了挑眉,分手了,刚才还遇见她的追求者了呢,对我冷嘲热讽的,想起孙思雨幸灾乐祸的样子,我就生气。 这次,江慈直接摘掉了眼镜,揉了揉眉心。 我知道这是她生气时候的小动作。 果不其然,她真的生气了。 唐离,你是个成年人,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同样的话,我说给你听你听不听啊。 孩子没有胎心胎牙,江慈握着一气的手,又在我肚皮上滚了几圈,抿着嘴开口。 什么意思? 这种情况需要通知家属,把你男朋友叫来,此刻我吓得面色惨白,哆哆嗦嗦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我,我说了,他不信,唐离,看得出,他真的很生气。 半晌,江慈叹了口气,似乎对我妥协了,尽量地通知一下,你也别太担心,惊气不准。 具体怀孕多久,只能靠机器推测。 过几天再来复查,你,随时打给我。 别怕,江慈请了两小时假,把我送回了家。 走之前,给我熬了粥,炒了几样小菜,又把我那几件脏衣服洗了。 我窝在床上,看着他忙忙碌碌的身影,在想要不要找个时机好好谈一谈。 他不信归不信,但作为孩子父亲,要不要留下这个孩子,他有一半的选择权。 时间紧净,江慈走之前,让我喝了一碗粥,并嘱咐我要按时吃饭,保持心情。 胎儿应该是还太小,过个一周肯定会长出胎新胎胎牙的。 好在我的工作并不需要必须在公司完成,只要按时上交就好。 这种事我以前常干,江慈轮搬到不忙诊室的时候,我就会带着工作去他办公室隔间的休息室。 闲暇了还能偷个吻。 这几天江慈给我发的信息,比我俩在一块的时候发得都多。 提醒我吃饭,提醒我喝水,提醒我睡觉。 我也不闲着,朋友圈成了秒更。 发力两天之后,终于有人忍不住了。 问我到底为什么,屁大点是也要发一发。 啊这,我一看,确实,风把衣服吹地上了,我都要发一发。 于是我开了指定人可见。 但江慈一次都没给我点过赞。 哼,男人,说不定背地里拿放大镜看了吧。 我都这么细无巨细地交代我每天的行程了。 可他在干啥,我屁都不知道。 我又成了忘夫时了。 江慈好像听见了我的咒骂,给我发了一条意味很浓的信息, 不准吃外卖,不准喝饮料。 我看了看守边刚点的粥,有点想法。 江医生,你知道的,人家不会做饭。 然后接下来的几天, 我都收到了出自江医生之手的同城宿地爱心餐。 我不管,问就是爱心餐。 我妈最近磨争了,非要给我介绍男朋友, 上至三十五岁黄金单身汉, 下至十八岁单纯小奶狗。 我惊了。 我怀疑沈女士是不是捅了婚姻介绍所的老窝。 亲爱的妈妈,这些你都是从哪里弄来的? 您还不知道吗? 我跟江慈复合了, 我镇定自若地撒了个谎, 结果沈女士根本不Q。 妈不信, 江慈看起来不像是拎不清的人, 在她的威逼利诱之下, 我真的加了一个。 二十二岁体育生, 还寻思啥了? 上啊闺女, 妈, 我谢谢您。 您是不是忘了, 我今年都快二十八了。 你怎么下得去手? 你怎么让我下得去手啊? 这不落手催花吗? 我下不去手, 不过你要是早个半年, 我说不定还会考虑考虑。 小男孩叫魏鱼, 跟江慈完全不同的类型。 这几天聊天就发现了, 如果江慈是深沉的大海, 那么魏鱼就是热烈的火山。 不过我可是第一时间就跟她说清楚了, 我还爱着前男友, 并且怀着她的仔, 手机那边的信息迟迟没有回复。 就当我以为这事完了的时候, 魏鱼回复了, 好可惜啊, 姐姐是我一见钟情的类型呢, 我回了个下次请她吃饭, 就没了下文。 全当小孩要面, 随口胡舟的罢了。 产检那天下着雨, 我提前给江慈发了信息, 出租车的门一开, 头上就撑了一把伞, 见我还是独自一人, 又摆了一张臭脸。 我跟在她身旁, 大气都不敢出, 江慈冷着脸递给我一个保温杯, 我左看右看, 也没看出她到底从哪掏出来的。 这次宝宝一切正常, BC显示胎儿一切正常, 不知道是不是我看错了, 江慈明显松了一口气。 你们上次同房, 是什么时候, 这很重要吗? 江慈给了我一个你说那的表情。 没办法, 我只好拿出手机, 看了看上次跟她哥们的通话记录。 嗯, 两个半月之前, 具体一点, 六月十八号, 江慈看了看时间, 脸更臭了。 估计是想起自己那天去喝酒了, 还喝醉了。 唐离, 如果你打算留下这个孩子, 却不打算通知孩子父亲, 我觉得有必要跟沈阿姨说一声, 我吓死了, 卧槽你是不是玩不起? 咱俩的私人恩怨 能不能不要误伤到他人? 千万别。 我自己跟我妈说, 本能拒绝后, 我又小声嗲嗲了一句, 再说了, 你以什么身份跟我妈说, 江慈将我困在角落, 以你主治医生的身份, 可以吗? 江慈离我很近, 身上清冷的消毒水位充斥着我的鼻腔。 该死, 我总是对他毫无抵抗力, 他是那个什么都不用做, 我就会怨着上钩的人。 我勾了勾他的衣领, 瞬间玩心大起。 当然可以了, 江医生, 江慈的喉结滚了滚, 身子向我微微倾斜了一些, 归知道我现在有多紧张, 只是天时地利总会有人杀风景, 比如孙思雨, 师兄, 我, 思, 这家伙推门的劲儿怎么这么大, 见江慈让他这么兴奋吗? 把我后背磕得生疼, 见我在这, 剩下的话硬生生让他憋回去了, 那脸色, 别提有多精彩了, 说了声, 愿长找, 弯了我一眼之后就出去了。 弯我干啥? 我还被磕了呢? 我上哪哭去? 江慈点了点头, 默不作声地整了整衣领。 我爱惨了他这一副生人物尽, 高领之花的模样。 从前是, 现在也是。 他越是如此, 我就越想把他拉下神坛, 越想看他红着眼的动情模样。 江慈的声音有些哑, 又将我拢在角落。 唐离, 别再招惹我了, 我不是什么正人君子, 这一刻, 我觉得。 他心里确实有我, 能把他逼到差点失控这份上的, 估计也只有我了。 出门的时候, 孙思雨在等我。 离离, 听说你怀孕了, 上次从他这吃瘪之后, 我连着看了三天的小绿书, 出口气死人。 我看了看正在打量, 我的孙思雨, 语气淡然, 不知道啊, 你听谁说的, 此话一出, 他脸上的假笑, 顺时僵在了脸上, 嘴角都有些抽搐, 显然没想到我, 居然如此令人无鱼子。 唐离, 你都怀孕了, 为什么还要缠着师兄, 此话震惊, 历历一百年, 这是什么无脑发言。 我怀不怀孕都会缠着僵慈呀。 我微微歪了歪头, 一脸的人畜无害, 不知道啊, 咱就是说, 有没有可能这孩子 就是僵慈的, 孙思雨的脸都绿了, 骂我不要脸, 说我们明明都分手了。 我抠了抠指甲, 啊, 是吗, 僵慈跟你说的, 僵慈肯定没说过。 我们从来就没有分手啊, 情侣间偶尔的小摩擦是正常的, 在你看不见的地方, 我们亲热得很, 不然瓦咋来的, 你说是吧, 末了, 我又故作惊讶地捂着嘴道了个歉, 哎呀, 对不起啊, 思雨, 我忘了你都没有男朋友, 不清楚这些, 茶言茶语谁还不会啊。 孙思雨被我气跑了, 我头一次体会到吵架完胜的快感, 僵慈给我发了个信息, 让我回家。 她在开会就不送我了, 到家给她发信息, 紧接着后边还有一条, 记得跟沈阿姨说, 下次产检一起来, 我妈了, 她这是变相地让我去死, 原来她恨我恨到这种地步了, 唯一让我欣慰的是, 难熬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我现在吃妈妈香, 三口一只猪, 还收获了一枚饭搭子, 堂里, 你还要啥钱男友啊, 我不香吗, 胃雨一边烤肉, 一边冲我小声叨叨, 我吹了吹嘴边的烤肉, 让她赶紧把那盘小羊排烤上, 没大没小, 叫姐姐, 胃雨整个人都在散发着抗议的气息, 不是吧, 我这一生, 为姐姐吃, 为姐姐狂, 为姐姐框框撞大墙啊, 我擦了擦手上的油, 一本正经地看着她, 撞大墙就不用了, 陪姐演场戏, 没错, 我打算让胃雨来演孩子她爹, 至于为啥不说清楚呢, 是因为我说了恩家一遍后, 她还是选择不信, 孩子就是你的, 堂里, 我没失忆, 你是没失忆, 但你断片了呀, 把我气得够呛, 很想去赴刘子, 于是到了约定好产检的那天, 我没喊胃雨, 当初头脑一热, 只想着被沈女士发现后的惨状了, 冷静下来想想, 迟早是得坦白的, 就不要再徒遭误会了吧, 我今天必须跟江慈好好说道说道, 问问她到底是谁喊了我名字八百遍, 谁拉着我的手不让走, 谁把我拽到床上的, 又是谁撕坏了我最喜欢的那件吊带衫, 昨晚我满怀歉意地跟魏宇道了个歉, 那天的想法是头脑一热蹦出来的, 不作数, 让她今天不用来了, 可我还是在医院门口看见她了, 好巧啊, 李李, 对于她不喊我姐这件事, 我已经放弃抵抗了, 你咋来了? 不是说好不用眼了吗? 话还没说完, 就瞧见江慈从楼里踏出, 直奔我这来了, 魏宇不着痕迹地往我这边靠了靠, 伸出手先入为主, 江医生, 久仰大名, 江慈看了看魏宇的手, 又看了看我, 前男友, 好样的, 现场版修罗场, 我现在连夜起小黄带, 上车逃跑, 还来得及吗? 我急得想上前解释, 却被魏宇一下扒拉到身后, 谢谢江医生这几次的照顾, 我们, 嗯, 话没说完, 就瞧见江慈用舌尖抵着口腔, 大拳拳一下就招呼上了, 我惊了, 江慈是不是被夺射了? 魏宇被打了一拳, 不怒反笑, 挺狠啊, 得, 你俩玩吧, 白白了您嘞, 走之前, 魏宇冲我眨了眨眼, 好家伙, 我一下子就懂了, 这是变相的试探啊, 不愧是我, 又把江慈逼到范儿上了, 大庭广众之下让其失态, 好在这边是后门, 人不多, 江慈也没穿白大褂, 戴着口罩, 谁也不认识谁, 但凡你找个比我强的, 也不至于这样, 我怀疑他在自卖自夸, 进了妇产科的楼层之后, 一路上好像许多小护士都在对我指指点点, 咋回事, 难不成我脸上有花, 我掏出手机左看右看, 这张脸除了美貌, 啥也没有, 哦, 还收到了魏宇的短信, 姐姐, 弟弟就帮你到这了, 看得出他很爱你, 并付了一张鼻青脸肿照, 弟弟, 是姐对不住你, 回头让你姐夫登门道歉, 趁着江慈去开单子的空, 孙思雨又来了, 唐礼, 你可真要脸啊, 本事真大, 两个男人为你打架, 我摸了摸微微有些突出的小肚子, 又理了理碎发, 还行吧, 也就比背后说人坏话的长舌腹强点, 孙思雨又被我气跑了, 江慈今天又是全程黑着脸给我产检的, 只不过今天多了一个阿姨, 好像是BC市的前辈, 江慈专门请来帮我检查的, 阿姨人很好, 就是思想太超前, 哎呀, 宝宝发育得很好, 可以为爱鼓掌了哈, 我顺时就尬住了, 战略性假笑了两声, 你们年轻人呀, 就是脸皮薄, 我能说什么呀, 我当然是完全配合, 一个劲儿地点头, 阿姨说我各项都很好, 确定没问题之后就出去了, 独留我跟江慈, 就当我还在考虑该怎么哄人的时候, 就听见他咬着银牙开口了, 唐离, 你就这么下贱, 还没等我回应, 江慈就摔门而去, 一直到有护士姐姐推门的声音, 我才赶紧擦了擦眼泪跑了出去, 是, 我就是下贱, 我不该趁人之危爬他的床, 我再也不要看见江慈了, 红着眼眶来了一辆出租车, 坐上车后一声不吭, 司机大叔看我不对劲, 跟我说人生没啥过不去的坎, 活在当下最重要, 在大叔的鸡汤灌溉下, 车里传来我嚎啕大哭的声音, 大叔带着我多转了两圈, 让我别客气, 一次性哭个够, 下车前说啥也不要车费, 回到家之后, 我又熬了半天, 嗓子都哑了之后, 才筋疲力尽地沉沉睡去, 哭可真是个体力活呀, 半夜的时候, 玄关传来门铃的声音, 我被吓得从床上惊起, 已经十一点了, 我点着脚尖从猫眼看过去, 发现门口站着江慈后, 毫不犹豫地开了门, 江慈的声音里全是委屈, 离离, 是我害了你, 对不起, 她喝酒了, 身上带着淡淡的酒香, 混着消毒水的味道, 莫名地让我有点上瘾, 江慈什么都不用说, 她只是站在那儿, 就已经赢了, 她在我这儿, 从来都是例外, 离离, 我好爱你, 后边她要说什么我已经不想听了, 这副身子我已经缠了好久了, 可江慈偏偏不想让我如愿, 一个吻, 柔润而绵长, 看来, 你前男友亲你的时候不多, 吻记一如既往地差, 都不会唤气, 起开, 让我联系村口跳大神的王半县, 江慈一定是被什么东西附体了, 我们一路从玄关吻到客厅, 从客厅拖到卧室, 关键时刻, 她怂了, 红着眼眶, 看得出忍得很难受, 不行, 李李, 你还怀着宝宝, 这个人怕不是对浪漫过敏, 非得这么杀风景吗? 裤子都脱了你跟我说这个合适吗? 你这个医师资格正怕不是买来的? 今天不是说了吗? 适当的, 嗯, 看得出江慈很克制了, 动作很轻柔, 这一晚, 我腻在了这滩春江里, 果然, 把江慈弄哭这件事, 真的很难不上瘾, 第二天江慈很早就起来了, 我醒了, 但我装睡, 毕竟我又趁人之危了, 说不定江慈现在的眼神都能把我射穿, 他在我身边站了好久, 最后叹了一口气, 堂离, 我这辈子就栽在你身上了, 把你交给别人, 我的下半生估计会郁郁而终, 林了, 在我嘴角落下一吻, 刹那间, 好像有什么东西, 在我心上炸开了花, 乐着乐着, 难得美美地睡了个回龙觉, 等我再次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午后了, 手机上是江慈发来的信息, 江狗, 江知堂根江念堂哪个好听, 他在以为我怀了别人孩子的情况下, 依旧选择爱我, 就这, 我挑不出还有什么能让我不爱他的理由, 我甚至觉得, 自己这辈子的运气, 都用在认识他这件事上了, 一支离, 一会去医院找你, 透露一下, 有惊喜, 信息发送完毕后, 我开始站在镜子前选衣服, 什么情况, 孩子都快生了, 咋还跟热恋的小情侣似的, 准备完毕后, 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向医院出发, 一路上都在幻想江慈一会是什么表情, 我甚至联系了当初给我打电话的那位哥们, 让他一会出面当一下证人, 原来他压根就没告诉江慈, 那晚是我送他回家的, 然后这顺后来谁也没提, 怪不得江慈不信, 换我我也不信, 如果那辆车没撞我的话, 我现在肯定跟江慈填秘密密呢吧, 疼死了, 头还有点晕, 我捂着小腹, 感觉下身热热的, 眼睛也好像被什么温热的液体糊住了, 迷迷糊糊间, 我好像听见了救护车的声音, 哦, 还有孙思雨的声音, 说我人品有问题, 不知道怀了谁的孩子, 还一直缠着江慈, 要不是我现在浑身没劲, 高低地跳起来给他一嘴巴子, 从车上被推下来的时候, 江慈好像来了, 主要是孙思雨贼大声地喊了声师兄, 我想听不见都不行, 江慈并没有回应, 而是握住我的手了, 他低下身小心翼翼地轻声唤我, 整个人都在抖, 我有在努力地睁眼呢, 可是觉得有点困, 肚子还有点痛, 江, 江慈啊, 江慈趴在我身边, 说他在这, 李李, 不怕呀, 我在呢, 我在这呢, 有几滴泪好像滴到我脸上了, 哎呀, 我可真是爱惨了你, 也爱惨了我的母样, 就孩子, 他, 真是你的重啊王八蛋, 然后我两眼一黑, 就啥也不知道了, 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 下意识地摸了摸肚子, 还好, 还在, 江慈见我醒了, 握着我的手一眼不发, 看得出应该是哭过了, 眼眶红红的, 还有些肿, 李李, 对不起, 真的, 对不起, 我不知道那晚, 他没说完, 我就堵上了他的嘴, 看来已经有人, 替我解释过了, 再确实是他的, 咱能不能先说好, 讲之堂江念堂真的不好听, 我服大命大, 只是有点轻微脑震荡, 下面有些出血, 但是问题不大, 静养就好, 倒是江慈, 看起来有点不好, 一个人坐在那, 不知道傻了什么, 怎么回事, 一个人怎么能变得这么快, 哦对了, 孙思雨被医院处罚了, 自己已经主动离职了, 至于为啥处罚他, 大家都心知肚明, 我听江慈说, 没有一个站出来为他说话的, 看吧, 背地里说人家坏话, 就是会遭报应的, 至于那个撞我的司机, 已经被带去警局喝茶了, 一条龙服务肯定是少不了的, 出院后, 我住进了江慈家里, 成了他的掌中宝, 心头肉, 江慈, 没有宰你, 还会不会对我这么好啊, 江慈为我吃了一口馄饨, 明明已经吹凉了, 却还是提醒我, 小心烫着, 唐离, 我爱你, 不明所以, 一往而生, 哦对, 我问他为什么对怀宰的那晚, 一无所知, 江慈头一次憋红了脸, 哈, 那一晚, 以为是在做梦, 好得没事了, 江慈申请去了不怎么忙的科室, 虽然工资可能不如之前高了, 但赔我的时间多了, 嗯, 休班的第一时间, 他连拖带拽地带我回了沈女士呢, 妖兽啊, 要去你自己去行不行啊, 但我妈居然难得的震惊, 知道我怀孕之后, 问了问江慈对未来的规划, 然后一脸严肃地看了我俩一眼, 转身去了卧室, 江慈赶紧喝了口水压压惊, 我能感觉他整个人都是僵硬的, 原来我们江医生也不是天不怕地不怕呀, 完了, 咱妈不会生气了吧, 呵, 这么快就叫上咱妈了, 男人, 沈女士出来后, 将手里的东西, 她的一声放在了桌子上, 我一看, 好家伙, 户口本, 领证, 办婚礼, 麻溜的, 我看出来了, 我妈是生怕江慈后悔, 毕竟她可能觉得江慈一定是魔争了, 很快, 我跟着江慈回了老家, 七大姑八大姨的礼物收到手软, 江妈妈更是把家底都给我了, 离离, 臭小子要是敢对你不好, 直接让他净身出户, 婚礼办的声势好大, 魏鱼也来了, 姐夫, 你看看我这帅脸, 上你们医院做个医美, 能给打折布, 江慈推了推眼镜, 当然可以, 打骨折这事, 我行, 嗯, 我看确实挺行的, 怎么感觉江慈越来越跟以前不一样了呢, 那个传闻中的江医生上哪去了, 由于我的肚肚问题, 流程一切从简了, 但是并不妨碍江慈把我稳到窒息, 行, 我的脸在今天算是丢尽了, 江医生喜提沙发一夜游, 当然, 睡沙发是不可能的, 因为江慈一回家就直奔卧室赖着了, 老婆, 快来, 江慈拍了拍身旁的位置, 摘下了眼镜, 王八蛋, 等这一刻很久了吧, 咱也不是那种扭扭捏捏的人, 现在我俩已经合法了, 当然是扑上去啊, 老公, 贴贴, 只是苦了江慈, 得顾忌着会不会压到我的肚子, 总之, 我俩现在心里一定是同样的想法, 宰呀, 快快长大吧, 生产那天, 阳光明媚, 进产房之前, 我们打了个赌, 毕竟马上要开奖了, 我赌是个儿子, 江慈说是个女儿, 行啊, 那赢了的人有什么奖励吗, 江慈吻了吻我的唇角, 你赢了, 我跟你为爱鼓掌, 我赢了, 你跟我为爱鼓掌, 一位女士骂骂咧咧地进了产房,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